它来了它来了,它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随着4月结束,上市公司2021年一季度,报都披露了。 统计影视行业的20家上市公司,一季度有12家,实现了盈利,8家亏损,合计盈利总额为13.23亿元。 而2020年全年,盈利的只有6家,亏损的是14家,合计净亏损额为165.69亿元,包括商与及其他资产减值影响。 这20家公司中,表现相对突出的只有5家。 其中主业做影院的有万达电影、横电影视,主业做电影的有光线传媒、中国电影,主业做电视剧的有华策影视。 万达电影,盈利恢复至正常水平,国内影院市战略,提升所有公司中,盈利最多的是万达电影。 一季度净利润5.24亿元,超过了2019年一季度的4.01亿元,仅次于2018年一季度的5.41亿元,为历史第二好的一季度业绩。 去年因为疫情,影院关门半年,影视产业链上,以影院,院线为主业的公司,受到的影响最大。 万达电影,去年净利润亏损47.29亿元,一季度到四季度的亏损额,分别为6亿元,9.67亿元,4.49亿元,46.53亿元。 四季度巨亿,是因为计提了合计44.81亿元的资产减值准备,和信用减值准备所致。 这其中商与减值准备,为35.97亿元,主要是万达电影,曾经并购影城,时光网,互爱互动,青梅成品,承压影视产生的商与。 实际上,影院复工后,随着国庆档、春节档的火爆,三季度、四季度,万达电影主营业务的亏损,是在收窄的。 然后在今年一季度,实现了扭亏为影。 根据2020年报,万达电影的影院业务,包括观影收入、广告收入、商品及餐饮销售收入,贡献了70.61%的营收。 电影、电视剧、游戏贡献的营收占比,分别为7.25%,11.77%,4.87%。 这三大业务,分别在万达影视、青梅成品&平亚影视、互爱互动、四家子公司下。 影院又包括国内的万达影院,和收购的澳洲Hoytz影院,其中国内营收占比82.72%,国外营收占比17.28%, 澳洲因为疫情未得到全面防控,目前影院还未实现营利,只是亏损在逐迹收盏。 作为全国第一大影头,被靠万达广场获得了减租,加上疫情后,被公开发行股票,募集了29.29亿元资金。 万达影城在疫情中的抗冲击能力较强,疫情后,恢复也较快。 2020年,万达新开了64家影院,关停了20家经营效益较差的影院,同时,对外开放了特取经营加盟权。 截止2021年,一季度末,万达国内拥有已开业影院712家,营幕6180块。 其中,直营影院652家,营幕5727块。 特取经营加盟影院60家,营幕453块。 一季度合计市场占有率14.5%,较2019年的约13%有所提升。 恒电影视,影院业务回血,影视投资,表现突出恒电影视,经营影视,幸福蓝海,上海电影,文投控股,要来影城,等影院业务较重的公司,也都在逐渐景亏。 多数在第一季度,实现了扭亏为影。不过,环兜在盈亏的边缘,即使盈利,也相对很少。 上海电影盈利,约2300万元,恒电影视盈利,约1700万元,文投控股盈利,约1100万元,幸福蓝海,亏损约400万元。 只有恒电,影视表现较突出,一季度,尽利1.71亿元。那是因为,恒电影视旗下公司的电影,电视剧投资,获得了成功。 全资子公司浙江恒电影业出品的,送你一朵小红花,你好,李幻英雄出没,狂野大陆票房表现都很好。 全资子公司恒电影视制作,参与了县礼剧,大国飞天的拍摄。 孙公司浙江恒电影视投资参与出品了电视剧,大宋公司。 华翼兄弟,巨亏三年,靠变卖资产实现,盈利以电影为主业的公司华翼,光线,中影三家老牌玩家,都实现了盈利。 一季度净利润,分别为2.35亿元,1.98亿元,1.44亿元。但这背后,又有不同。 华翼兄弟实际上,并没有从坑里爬出来。2018至2020年,华翼的净利润,分别为-11.69亿元,-39.78亿元,-10.48亿元。 当然,这不完全是主业亏损,其中还包括了巨额的商与其他资产,简直损失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